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安娜同学 以常理而言 这身装扮并不那么适合春节的氛围 总之 经过漫长的航行 现在在我们面前呢 就是本次春节旅行的目的地了 在海岛上度过春节 也算是一番别有心意的体验 风景倒是蛮漂亮的 作为度假地来说 是个不错的选择 南国的小岛 不知道岛上会不会有温泉呢 坐了这么久的船 想先泡个澡放松一下 温泉 对了 那岛上是不是也会有温泉旅馆 我想吃温泉蛋 想什么呢 这里是神州 怎么会有温泉旅馆 咳 咳咳咳咳咳 呃 就让我来介绍一下吧 这是神州著名的旅游岛 马路雅子岛 它地处南方 气候温暖宜人 只被繁盛富饶 时常有千玺的候鸟 驻足气息 总之 就是十分漂亮 传说 这里曾是一座孤岛 两千年前 岛上有一位圣人羽化登仙 彼时金光四溢春风拂灭 百草丛生 鸟兽奔腾 原本千里无烟的荒岛 竟在一小时三分四十六秒钟化作了仙境 马路雅子岛也因此得名天下第一岛 成为了当地人尽皆知的圣地 这时间是不是精确过头了 马路雅子 这什么奇怪的名字 是神州的成语吗 马路雅子是神州北部地区的方言 指的是道路的路源石 路面与人行道之间的标识 路源石 人行道 两千年前的神州就已经有这种东西了吗 以我所知的历史来看 应该是没有的 而且我也从未听闻过这座岛的传说 恐怕 大姨妈 你不会被骗了吧 这 说什么呢 这种像是欺负老年人一样的小百姓 我怎么可能上当 你心虚了 瑞莉莎 雪园长 恕我直言 这座岛上的纸被过于茂盛了 怎么看都不像是有度假村的样子 这怎么了 宣传单上不是说了 这是座清静自然的岛屿吗 你看 这明明白白写着呢 官方唯一指定年寿文化传承地点 物产丰富 郁郁天然美食 体验神州春节文化的不二之雪 要饲养野生年寿 当然就要有森林啦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就是最奇怪的 哎呀 算了算了 别管那么多啦 我们是来过年的对不对 过年最重要的就是打年寿对不对 那只要有年寿打就行了嘛 对了 芽姨 等我抓到年寿以后 我们一起来做烤年寿吧 肯定特别好吃 呃 还是先去度假村放好行李再说吧 唉 也不知道布罗尼亚和希尔现在怎么样了 我试着联系过几次 但电话一直打不通 哎 放心吧 布罗尼亚她现在肯定还在玩游戏呢 根本就没注意到有人给她打电话 嗯 怎么了 凯亚娜 那个 你们有没有发现 岛上 不 岸边 好像有个很奇怪的东西 嗯 让我看看 哦 确实 看起来像是某种古代建筑 哦 我就说嘛 岛上肯定有度假村 Yana 把镜头拉近些看看 这 应该是雕像吧 你们说 这东西像不像那种呢 十人部落祭祀的邪神像 纪录片里的那种 嗯 确实 我前几天 刚看过一部这种题材的电影 嗯 电影结局是什么 所有人都死了 大 大一妈 这座岛真的没问题吗 啊 等一下 我知道了 这是仙人像呢 还记得传说中那位羽化升天的仙人吗 是她让这座岛焕发了新生 嗯 这里有纪念她的雕像也很正常吧 德莉莎 你管这个样子叫仙人 嗯 把雕像立在这里 应该是为了守护这座岛吧 那 样子做得凶一点也前有可原嘛 嗯 话说回来 你们有没有觉得 这仙人像好像和班长有点像 不 简直都是一模一样 你这么一说 确实是有那么一点 确实 这尊雕像的样貌与我是有些相似 但这是有理由的 因为 因为 呃 因为在二次元的世界里 存在样貌相似的角色本就是很常见的一件事 嗯 哦 原来是这样吗 等等 二次元是什么 那不重要 凯亚娜 别再想雕像的事情了 我们还是来聊聊怎么打年兽吧 哦 对哦 班长你就是神州人 肯定知道不少打年兽的独猛秘籍 快快快 趁还没有遇到年兽 先教本小姐几张 嗯 怎么了阿姨 你从刚才开始就在那看什么呢 我上网搜了下这座小岛和仙人雕像的事 然后无意间看到几篇报道 嗯 什么报道 让我看看 无人生还 无人荒岛频传如雷巨响 这究竟是 灵异事件最新报道 南国度假村荒废多年 惊陷诡异闪光 真相 海岛怪谈第三季 荒废的海岛羽移动的仙人石雕 大 大姨妈 我们现在掉头回顺负雷雅学院还来得及吗 放 放心了 那些都只是用来炒作来游客的故事而已 都 都是假的 骗人的 对 都是骗小孩子的 你刚才还说是骗老年人的 等等 大家快看 那座仙人雕像 好像在动 那座仙人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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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座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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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